大家好,我是小豆包妈妈 马上就快进入12月份了 那么意味着圣诞节就快到了 圣诞节在西方来说是非常浓重的节日 就和我们中国的新年一样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几种圣诞的插花 接下来我们该准备一些什么呢 大家看看我的这一堆枝条 这都是我的邻居修剪后院的时候 扔下的枝条,我都把它剪回来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废物利用一下 插几本圣诞花看看 这个红色的枝条叫Dogwood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灌木 你可以在很多的林子或者公园里面都看得见 那么我的前院也有一小丛 每年插花的话我都会剪一几根下来 这个就是它夏天生长的样子 它的叶子的边是白色,也很漂亮 那么到了冬天它的叶子叼光以后 它的枝条就会变得火红火红的 特别适合我们拿来插花 最后我们还要准备几个大的松果 这些松果在公园或者林子里面到处都是 我就是在我们家大树底下剪了几个 把松果用铁丝固定一下 这样方便它缠到那个枝条上面 我们把前院的那些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就可以开始了 我的前院有一个像这样子大卡车的轮胎 在夏天我都是拿来种一些花草的 今天我就来把这个枝条直接插到这个大冷胎的泥土里面 最后在插之前你要把土松一松 那么为什么我要把这些枝条直接插到这个泥土里面 是因为在冬天只要一下雨或者是下雪 它的土壤就是比较湿润的 你的枝条会在这个土壤里面吸收一些水分 可以更长时间的保持这个枝条的新绿色 到来年春天的4月份 它的枝条基本上还是这个颜色 也不会枯黄 一般我会先绕着轮胎的周围 先插一圈我们斜着插 然后让它有一点层次感 像我这个大轮胎的话 基本上是要插三圈 然后中间你就可以插那些红色的枝条 还有一些装饰用的一些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大致的基本框架就插好了 最后我们就给它稍微装饰一下 让它看起来更丰满一点 你可以用不同的松树枝 其实怎么装饰没有一定的标准 你可以随自己的喜好 随自己心情来 这些红色的小果子 是我在刀了店买的 它是泡沫做的 才两块钱一把 也非常的便宜 这也是我插这些花 唯一买的圣诞装饰品 这个一根上面有很多小的 一串一串的小果子 我一般都是把它掰下来 分开来插 还有这些装饰圣诞树的小球 我都是把它用铁丝 直接固定在这个枝条上面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要做这些工作的话 一定要戴上手套 因为冬天很冷 你可能感觉不到 你的手被划伤了 到第二天我才发现 我的手被划很多小口子 当我们把所有的装饰品 都装饰完以后 最后的一个步骤 就是给它稍微修剪一下 让它看起来更圆润一点 基本上我们的所有工作 就完成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看我刚刚那个大轮胎 如果不装饰的话 光秃秃的是不是很不美观 然后我们把它插上花以后 然后还有圣诞的气氛 是不是很好 我们从高处看 整体看效果还是挺漂亮的 这些树枝 我一般会在来年的三到四月份 我会把它才拔掉 会让它一直留在这个花盆里面 来年春天 我们把这些枝条拔掉以后 就可以开始种花了 所以让它这个轮胎 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 那么这一盆是另外一盆 我为什么要把这一盆 展示给大家看呢 其实它们的插法和装饰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在这个花盆里面 种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多年生的植物 它叫银蒿 它是在春天最早发芽出来的 然后是圆圆的 一重一重的 当你用手去触摸它的话 就感觉你在摸小猫小狗的感觉 特别柔软也特别治愈 一般我会把它的发芽的根系控制在中间生长 那么它的周围就在冬天可以来来插花 不会伤到它的根 所以我们把这个花盆里面的枯枝修结完了以后 就可以在这个花盆的周围密密麻麻的插一圈 这个树枝让它呈螺旋状 看起来就会像一个圣诞花环 我们尽量把它的周围插得更紧密一点 让它不要留有空隙 中间那一部分我们就不要去插树枝 以免伤到这个引耗的根 其实这些插法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家里也有松树 不同的松树也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来插一盆圣诞花 可以装饰一下你的前院后院 或者是装饰一下你的圣诞节 我们首先把它的整体框架插好以后 接下来就可以装饰一下 我用了一些小球 然后还有一些小红色的果子 插了几根树枝 还有一朵花 这就是一个塑料的花 圣诞花环整体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还不错 今年我一共插了四盆 那么我在前也放了两盆 后面也放了两盆 在这个漫长的2020年终于要过去了 下个星期多伦多又要开始lockdown 就是封城了 我也希望每一个经过我家门口的 能给它带去一丝丝的温暖